今天大家看到了 其實看到有好多的趨勢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在過去的幾十多二十來年 其實整個的世界都在改變 都給一個新的趨勢 我想問 洛基亞大家有聽過嗎 洛基亞 錄了你的年齡 什麼意思啊 洛基亞曾經是我們手提電話的龍頭的大哥 對嗎 可能大家也聽過他給微軟已經收購了 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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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聽到好像收購 收購 你知道我在這個平台六年 我想起我以前傳統的生意 我跟別人說只是幾個字 這是什麼 收購 好像講出來是不對 OK 剛剛我講什麼 洛基亞 給微軟 就買了 買回來了 然後 我很記得 我看到一個報道 在當天 收購的大會裡面 邀請了洛基亞總裁上台 去說幾句話 然後這個總裁上台說了兩句 然後 眼淚流下來 上台了 他講什麼 他說 他說 我 怎麼也猜不到 沒有想像過 我的企業 會變到今天的這個的情況 而且呢 我也沒做錯啊 我不知道錯在哪裡 我沒有做錯事情啊 其實好多時候不是我們做錯 是什麼 有人在背後默默的起革命 這個是誰 這個是三星 這個是蘋果 這個是我們中國的華為 他不斷起革命 對不對啊 但是這個龍頭大哥也看不上啊 也看不懂啊 最後怎麼呢 給別人吞掉 他也不知道錯在哪裡 所以今天我們的企業家 所有的 我知道在這裡好多大的老闆 傳統的企業 過去其實我們經營的 跟今天這個趨勢已經不一樣 所以我們一定要怎麼 打開我們的思維去看看到底 現在世界發展到什麼的地步 所以呢 在我們的解釋 今天呢 我會從幾個層面去跟大家去分享的 我們主體的是做什麼 就是一個教務司的 網購的一個的核心的理念 讓消費的朋友呢 參與進來成為我們的經營者 而且呢 也有機會成為我們的消費商 對 通過自我的消費 而且分享呢 而得到一個很大的一個的財富 這個就是今天我們的核心的一個的理念 這個叫什麼 照護師的網購 我從那三個層面去跟大家去分享呢 就比較清楚了 第一個就是從影響力 平台力跟全播力 我們去看待一個的商機 到底我們怎麼去去衡量 到底是不是一個一個的 極動真的認真的 跨時間我們去發展的投入下去的 首先第一就是影響力的問題 影響力什麼呢 我們公司的創辦人 就是Wendy Randy跟Wendy夫婦 我們兩個創辦人的夫婦 他們男的老闆呢 過去其實他是幫美國的太空的總處 就NASA寫那一個Rocket 什麼火箭 火箭的上天空的那個程序 這個是我們男的老闆去寫的 而且呢原用到現在 所以呢 其實老闆呢 對背後IT的那個方面 他是非常的熟熟的 非常有經驗 OK我們女的老闆娘呢 過去的16年呢 也不斷的在結市之前 創辦我們公司之前呢 也不斷幫助好多的公司 去撰寫他們背後的後台的部分 所以呢 他們用過去從事他們的經驗 來在2009年的9月9號 在我們美國佛羅里達州呢 已經創辦了結市我們的公司了 除了老闆以外 最大的影響力當然就是我們什麼 我們的醫學的顧問的團隊 我們整個醫學顧問的團隊呢 來頭是不少的 好像 我順便講一個嘛 Dr. Wiesent Jane Papa 他呢 其實是美國康帥老之父 他手上拿到的康帥老的專利 這超過十個在他手上的 而且呢 過去也曾經有兩次 活得那個 洛貝爾獎 好像你比我更熟咧 還是我邀請你 還是我邀請你 應該你出來可以講喔 沒有我說笑啊 因為真的不要介意 我的普通話呢 你知道我怎麼講出來的普通話 你們真的要給我獎心耶 我們大改了一個Google Translate 一個Google的翻譯在這裡的 我剛才講廣東話呢 要翻譯成古通話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這個Google的翻譯 沒有update 舊的版本 沒有時間去update OK 所以呢 其實我們的 Dr. Wiesent Jane Papa 還有美國的 柳曼的博士 他也是成人幹事報 一個的權威來的 所以呢 我們的醫學顧問的團隊 組成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團隊 在過去的九年呢 幫我們研發了好多非常獨特的 一套的產品出來 而且我們要做的 整個醫學的團隊 醫療的團隊 顧問他們要做什麼呢 他們只是解決老化的四個指標 讓 那個 轉機靈啊 不是夢啊 好多現在的人不是說 啊我要 我要 鎖靈 我要 利靈 對 我要什麼靈 哎呀你知道這好了 總而知 就是 回到過去 你明白嗎 怎麼可以回到過去 不是專極的人喔 不是他有這個歌嗎 回到過去 好 所以啊 其實我們從四個大的方面去看 就是健康 青春 活力 跟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身體裡面取得一個平衡 這個是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呢 你們我們來看 在過去 我們呢 都覺得我們身體缺什麼 去看醫生 OK 啊 你缺了維他命 濕 你缺了什麼 鈣 你缺什麼 你在補什麼對不對 對啊 都開維他命給你吃嘛 OK 這個 已經成為過去 更舊的是什麼 是不吃的 有病 才去看醫生 這個是中期來的 但是 未來 至現在 我們所做的是什麼 我們不是一般的保健品 我們要做的 其實是一個 我們叫做 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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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什麼道理呢 我們不是說 身體裡面缺了什麼 我們所說的是 怎麼可以取得一個平衡 把我們身體裡面的細胞 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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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為 多講課 普通話就更厲害了 謝謝大家 讓我們的細胞 可以呢 得到一個年輕的狀態 因為我們人 怎麼組成的 都是細胞跟水 對不對 如果當我們細胞 年輕 青春沒問題的時候 人就變得 沒問題更青春了 所以呢 這個是二十世紀的一個 營養學來的 OK 我們從基因的那個層面 這個基因 這個OK 從基因的這個層面 我們去慢慢 讓它產生改變 那在過去的九年呢 已經幫助了無數的朋友 所以這個我們細胞 腰化的系統呢 我們都叫YES 在裡面呢 我們是從內到外 從外到內 這整個的一個產品系列的 一個條理來的 OK 好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從我們的平台力 我們去評估了 那這個平台力呢 就是什麼 因為我們結識 公司呢 發展了九年的時間 其實我們現在 已經把我們金流跟物流的 整個的配套 我們已經去了 全球超過一百四十一個國家 代表說什麼 因為我剛剛我說了 我們都做 交互式的網購 對嗎 所以如果大家 或者你身邊的朋友呢 只要他在一百四十多國家 裡面的時候 只要他們上網去訂貨 訂產品的話 訂貨 我們公司呢 就會把產品 直接送到他的家門口 那這個 對一個物流的公司來講 是非常的簡單 那但是我們公司 不是做物流的 我們是做什麼 我們是做 交互式的網購 那如果九年能打通 整個的通路的時候呢 這個是非常不簡單 所以 剛剛我所說的 關於平台這個 是不是真的 非常有利了 我們就看 在整個的金流 剛剛我說的 物流的服務 我們已經準備好 金流是什麼意思啊 你不需要去換那個 匯率的 什麼的 你自己要去弄 因為在傳統生意 如果你要做幾個國家的生意 你是不是要請財務啊 你是要解決當地的金流的部分 物流的部分 那現在在傳統生意 讓我們最頭痛的東西呢 我們都不用擔心了 因為老闆呢 在整個硬件的裡面 已經幫我們去搞定了 而且呢 我們也有一個事業的培訓 在我們的 掌上的禁忌 現在我們都說 好多人都說 什麼啊 指尖啊 手指尖 指尖精緻 精緻 精緻 對不對 對 對啊 就是你點一點就OK了 你要吃什麼 點點就OK了 你知道嗎 現在中國哪個方便麵 每一年的營業額啊 都不斷的拉低了 但是很奇怪耶 你看 不是越出那個口味越多嗎 而且呢 要拌麵的什麼麵呢 越出越好吃 對不對 但是你發現 在整個中國現在方便麵的事情 每一年都跌的 你知道為什麼啊 就是我們美團啊 所以現在朋友 去解決 把我們傳統的企業 在解決掉的 不是同行 你知道嗎 是另外出現在 古靈經關 你不知道 看不起的東西了 他把你搞死的 真的 OK 所以要不要打開市民 去接受新的東西 要不要啊 要 太棒了 所以哈 這一個就是我們在平台 分析的方面 過去的九年 為什麼那麼的 發展得那麼的快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的原因 所以不單止呢 我們在電話裡面 已經有好多培訓的工具 不單止公司 在我們系統裡面呢 都有好多的工具 可以給大家運用 在你的電話裡面 就已經有了 而且我們還有 傑斯大學啊 好多線上視頻的說明會 還有那隻團隊的活動啊 在裡面呢 我們都能學習到好多東西 因為整個的配合 在這個平台 跟我們的工具 在過去的九年 我們創造的 已經累積超過五十個一 一美元的銷售的業績了 而且 OK 這個是第二 第三 我們要看的 這是哪個傳播力 從傳播力的這個角度 我們去看 怎麼去傳播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怎麼可以引領 剛剛我所說的這個 傳民都現在開始了 要去這個叫什麼 指尖經濟 對啦 OK 好 所以這個部分齁 我就跳到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去看看 到底 會怎麼在過去九年 會讓那麼多人 可以去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呢 因為在傑斯的平台 跟我們以前傳統的生意 很大的不一樣 在過去不管我們是上班也好 我們是做生意也好 其實你發現 收入的來源都是什麼 都是只有一種的收入 但是在傑斯 我們有六種的收入 可以產生 而且在當中 我們有兩種這個是主動性的收入 後面這四種是被動的收入 什麼叫主動啊 你有做就有賺 這叫主動的收入 什麼意思啊 如果今天你做一個醫生 你一個月你不開門了 有錢賺嗎 沒有 沒有 OK 你上班的一個月你不上班 老闆會發工資給你嗎 不會 所以這個是主動的 你在外面能賺的 在傑斯都有啊 但就吸引我的是什麼 是後面這四種的被動性的收入 這是什麼意思啊 你做一陣子 前面你付出 你經營一陣子 然後後面你做下來 你不做的時候呢 其實你的收入還是源源不斷的跑進來的 OK 我不賣關子了 首先第一 我先講一講零售的利潤 什麼叫零售的利潤 什麼叫零售的利潤呢 這個很簡單 傳統生意我們來看 傳統生意如果要零售怎麼做的 我要去批發裡面 用批發站買一批的產品回來 然後怎麼 用零售賣出去賺取中間的利潤 傳統是不是這樣做的 對 但是今天結識不需要了 只要你看懂了 然後你加盟 你就有一個個人的網路的辦公司 公司幫你寫好一個了 專屬你自己的一個的官網 然後只是透過你的分享就OK了 只是透過你的分享就OK 什麼意思啊 你有沒有試過吃飯這個好吃 去跟朋友分享 有試過嗎 絕對有 今天一樣的 如果你用過這些產品 你覺得這個超棒 太好了 然後你去跟你的朋友分享 好了 但你跟你的朋友分享 只是你就跟他分享 我在一個網站裡面 買了一個的產品 你把你的連接發過去給他 他直接上去買就OK了 你已經可以得到這個零售的利潤 這個好處在哪裡呢 你不需要壓過 做傳統生意 你是不是要投資很大的現金流啊 投資下去買先買回來嗎 這個是不需要的 所以這個平台 這個生意 我們是沒有風險的 OK 那中間呢 其實通過這一個啦 你可以得到那個利潤 大概是35%的利潤 在這個部分 好了 如果你說 欸 我不單止跟我的朋友分享我們的產品 我跟我的朋友分享整個的事業的平台有多棒 當你朋友了解完了以後 他要加盟了 恭喜你啊 因為他逼 他肯定要先買一個套裝 給自己先試用 你用過才去分享對不對啊 你看個電影好看 你才能分享啊 你沒看過你怎麼分享啊 你吃個一個餐廳好吃 才能去分享啊 今天再解釋也是一樣的 所以呢 當你的朋友來到 他有兩個選擇 什麼 第一 如果你說 欸 Patrick 老師 沒有 我現在還沒有做好做生意的準備 所以我能不能先試用你們的產品 先體驗一下 可以嗎 Yes 絕對可以的 你可以選擇一個體驗的套裝 如果你說 欸 沒有啦 我已經我衝著生意來的 我就是來到 找生意的平台跟你去合作 恭喜你 你可以 你的朋友 選擇一個 我們叫一年份的 一個經營者的套裝 所以呢 按照他選擇那個的套裝 而得到的漲金是不一樣 我們的漲金是從 40塊美元 到500塊美元 不等的 OK 對 200到500了 是不等的 好 進入我們第三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剛才我說了 就是怎麼啊 一個我們叫 消費積分的 碰局的一個的漲金 也是我們最大的一個 被動收入的開始了 我舉個例子你就明白了 我想問 大家有沒有刷卡 有嗎 都有 對嗎 你刷卡的時候 是不是有個積分 可以給你累積下來 然後傳購了這個積分呢 就可以給你換什麼 換一些禮品啊 換什麼 換禮品啊 換一些東西 對不對 好了 結實呢 今天也是一樣的 其實你消費 我們所有的產品裡面呢 都有一個積分 只要你傳購一個的積分的時候 我們也是公司換給你東西的 但是不是換禮物 換什麼 換美金 會好一點嗎 好 但是更好的是什麼 不是靠你自己去消費 是什麼啊 只要你用過好了 你不是跟朋友分享嗎 你朋友去買東西 你朋友去加盟 我們的網店 他所買的所有的套裝 那個分數 都跟你百分之一百有關的 所以舉個例子 今天如果你加盲了以後 你介紹一個加拿大的朋友 如果他加盲 他不是開了一個網店嗎 以後你聯手的網店去了加拿大了 有人在這個加拿大的網店 買什麼的東西 得到的每一分 都是你的一分 這個就厲害 因為加拿大的 他會繼續跟你一樣去發展 會嗎 會 他也會啊 如果他介紹一個新加坡的朋友 我想問你 認識這個新加坡的朋友嗎 你根本不認識他 但是這個新加坡的網店 做所有這一生 不管多久 他做什麼的生意 每一分 都是你的一分啊 所以當時我看到 哇 這一個積分碰巨的獎金 不得了啊 為什麼 因為只要我發現 蛤 不用我自己消費 整個的消費群 他們去消費的分數都跟我有關呢 所以我們分開兩個營運區 只要600加300加起來 有900分 就換35塊美元了 但是這個 我們的協定有一個每一周最高的 因為什麼啊 開始的時候可能人數沒有好多 但是你慢慢發展發展 這樣發展下去的時候 是不是連鎖裡好多的國家 好多的網店 而且呢大部分你都不認識的 對嗎 所以公司呢有一個商限 限制是怎麼呢 每一周 每個星期 我們最多了發給你是750次的 每一次35塊美元 來我們來算一算 750X2 35美元 一個星期多少啊 是26250美元一周耶 這個我發夢我都能講出來啊 因為你看啊 這裡等於 OK 現在香港啊 等於港幣多少錢 21萬一個月 一個星期對不對 好了 如果是一個 一個 一個星期有多少個月 不不不不 一個月有多少個星期啊 四個星期 你把這個城市多少啊 是105萬美元啊 等於我們港幣是80多萬 等於我們人民幣是70多萬 我想問 你到底分享什麼 你可以分分分分 分到一段的時間 能分到幾十萬一個月出來啦 就要解釋啊 我真的 你知道嗎 做傳統生意 哎呀 哎呀 PATRICK 你賺70多萬一個月好多嘛 我明白 傳統生意有沒有人賺70多萬人民幣一個月 有沒有 有 絕對有 但是 有沒有 有沒有頭痛啊 有沒有壓力啊 有啊 有啊 你看我們前面的鑽石有沒有壓力啊 沒有 一點都沒有啊 這是輕輕鬆鬆的咧 OK 所以這一個我覺得 哇這個不是說笑耶 這個是很大很大的一個的收入 來的啊 而且呢 生意是沒有上限的 這個只是我們什麼 被動收入的開始而已啊 接下來還有的是什麼 已經發給你這個碰局的掌金了嗎 再有的是鼓勵你那什麼 去幫助你的朋友 好了 你現在你介紹一個朋友過來解釋 他是不是也跟你一樣 可以得到這個對碰的掌金啊 3535一直得到嘛 所有他得到的這個對碰的碰局的掌金 所有你都最少得到他百分之二十 這些是你的朋友 他們的碰局的收入 你額外都百分之二十 如果你介紹一個朋友 他很努力的去做 哇他做一段時間 一個月他就賺了多少 賺了十萬美元啊 那十萬美元百分二十多少啊 這兩萬啊一個就兩萬啊 所以呢你介紹五個十個可以嗎 可以啊這個沒有限制的 但是你別忘記他找出來的朋友 你認識嗎 你不認識的 但是你還有什麼百分之十五啊 怎麼給你每個星期不斷的給你 而且不是從他們的獎金扣出來的 是老闆額外去給你的 所以現在我說如果哈 今天我看完 哎這個挺好的 哎呀我要加盲了 我現在還沒加盲 有誰你有興趣要介紹我的 請你舉手來看看 你們真的聽不懂啊 太多人都沒舉手的 你不想介紹我嗎 想啊 你沒有看到我也舉手啊 我也要介紹我自己耶 但是這個機會已經落入到 我的介紹人身上了 我的貴人Haris啊謝謝 OK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為什麼每一個人來到這個平台說 哎我要抽我要成為鑽石了 因為其實其中一個部分 就是看到哎 這裡有一個給鑽石領導人 那個傳球的分紅 這個分紅呢 我們是從傳球的總業績的CV 百分之三我們是拿出來 老闆給誰啊給所有鑽石值以上的領導人去分的 那我講今年嘛 今年我可以從上一個月 現在是十一月 哇十一月了 快樂不至十樂過啊 再早兩個月 我聽到老闆公布出來 我們這幾個月的業績 已經超過十個億啊 十億美元是吧 沒錯啊 十億美元啊 大家你來看看 十個億美元 CV的分數的百分之三有多少啊 我也不懂你怎麼算啊 就出來給所有鑽石的總裁去分 你要上鑽石嗎 要 條件是什麼 完了這個會議以後 馬上加盟 不然你怎麼上鑽石了 OK 好 所以剛剛我所說 那些銷售的營業額啊 已經超過五十個億美元了 總掌金發放出來的了 我們已經超過一半了 二十五個億了 所以這個平台是什麼 我們是跟老闆去合作 我們不是老闆的員工 大家都是老闆 現在坐在下面的 只要你一加忙 你也是老闆 怎麼啊 就是跟老闆合作 最大的好處是什麼啊 在你傳統生意 你的風險 在這裡沒掉 這個風險 誰來承擔 大老闆去承擔 在後面有什麼的 頭痛的東西 你不用擔心 誰來擔心 老闆也不需要擔心 因為在過去九年已經 不好了 整條路 OK 這個就是一個很棒的事業的平台 所以除了掌金以外 我們還有呢 一個非常很棒的掌利的旅遊 每一年呢 我們傑斯都會邀請 我們的今朝商 去兩次的旅遊的機會 只要我們做很少很少很少 非常少的業績 就邀請大家去了 你去到當地 所有的超五星期的酒店 吃的碗的全包 好像剛剛這一年啊 我跟傑斯去旅遊去了 我也不知道去了哪裡 今年去哪裡啊 澳大利亞 對 現在去澳大利亞 我們六千人去 有沒有試過六千人去旅遊啊 沒有 沒有 我們傑斯了 去了都是這樣去的 OK 六千個人去到澳大利亞 好像看到 好像你回到家一樣的 你走一條街看到 又是自己 你在這裡 你在這裡啊 都是變成我們中國人的地方啊 而且你不需要擔心 去玩什麼 所有公司幫我們安排了 接下來 下一年 第一個旅遊 去哪裡呢 去瑞士 瑞士 好玩啊 瑞士最有名的是什麼啊 手錶 都是富豪啊 你們啊 都愛玩手錶啊 對 手錶了 還有那個什麼風啊 我也不知道 那個山是什麼風啊 帶你去哪裡玩啊 OK 所有公司都安排好了 這一次我們呢 其實定了一個目標 就帶多少了 帶一萬人去玩 OK 我告訴你啊 唯一一個不好處啊 你記得啊 你去玩別怪我啊 你去玩結社的旅遊 有一個不好的影響是什麼呢 以後 你去哪裡玩啊 跟誰去玩都不好玩的了 哈哈哈哈 你就愛上結社了 OK 你去明示你就明白了 OK 所以 這個剛剛我總結 剛剛我說出來的 整個 在整個的影響力 平台力跟傳播力 其實我用這三個方面來評估 一個的平台 到底 急不急得 我真的全力以赴的 我投入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當時我問自己的問題 我是不是要改變 OK 好 除了剛剛解 三個方面 我覺得有一個更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在 解釋了 我非常感恩 在過去的六年 我發展六年了 當然我非常感恩 解釋這個平台 因為不是老闆創辦這個平台 我肯定沒有今天 所有收入都老闆給我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學懂了 怎麼去做 不是怎麼去做 這盆的生意 我學懂了 怎麼去做一個對的人 因為在六年前我非常感恩 通過我的推薦人 Harris 我們雙專職的總裁 他 我覺得 我應該這樣說 通過他 他帶我來到這個平台 不單止 其實在中間過程當中 他介紹了好多專職的領導人 我們的總裁的領導人 給我認識 當時我看到我很奇怪 我過去我做生意 我也看到好多成功的企業家 有錢的老闆 但是我在這個頻道 我看到不一樣 為什麼跟我以前我認識的 有錢的人是不一樣的呢 慢慢我就給這個文化去感染了 然後我就發現原來整個的我們的這個文化 就是源於什麼 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優秀的一個系統 就叫USGS US傳球創付系統 我們系統的發起人就是傑斯第一個加盟的 介紹商 因為當時老闆只找了一個人加盟 因為老闆不是打市場 對嗎 老闆是怎麼研發做背後的東西的 那總有人出來開展整團的事業 這一位就是我們來自美國的Kim 所以我看到在過去的六年 我看到Kim也是以身佐折的 去教了我好多好多的東西 這個讓我的內心成長了很多很多 讓我人也改變了 都成為 我覺得以前我做傳統生意 跟現在很不一樣了 所以在今天這個很難得的機會 我也邀請幾位的鑽石的領導人 跟大家見面 因為過去其實他們的故事 所有領導人的故事 非常影響我 可能有好多朋友也會奇怪 這個平台很多人來自不同的各行的各業 但是這幾個平台也取得非常好的成績 所以今天我就邀請有四位 我們鑽石的領導人 去跟大家去見面 好嗎 好 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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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家族 我知道她的家族 是貴州 sorry 中國 然後我知道她的家族 其實是房地產做得非常成功的 而她的支持也不用做的 這是什麼呢 我形容的一個別介意 我形容她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富太太 但是通過傑視這個平台 她看到產品的那一個方面 哇 我聽到她這個的分享 讓我非常的感動 就是透過一次 她從這個產品的方面 讓她感動了 所以她就決定 欸 有那麼好的東西 為什麼不期許的 去幫助更多的人呢 就是這個理念 踏上了傑視的平台 而今天 她也成為我們 顯顯發光的一個 鑽石的總裁 有請我們來自中國的 鑽石總裁 潘雅 好 第二位 我形容的是什麼 但是看到我的身材 我很喜歡什麼 吃 太老實了吧 你們 唉 對了 其實她呢 就是在中國 是連鎖餐飲的企業 非常有名的 連鎖餐飲的企業 有很多連鎖的分店 在傑視這個平台 當時她看到傑視的平台 這個的價值 然後當時是見過兩邊 一起去發展的 那但是最後 到底是什麼的原因 讓她呢 把傳統的生意 也幾乎我看到她都沒有理會了 全力以負債幾個平台發展 而且呢 也是成為了我們 顯顯發光的 鑽石的總裁 有請我們的鑽石 實驗 第三位呢 我形容了她是我的國王來的 什麼叫國王呢 她過去經營傳統的生意 所以呢 我聽到很多大的牌子啊 其實都是她的家族的客戶 那當然 我真的我不明白 生意做得那麼的成功 為什麼 在九年前 她就把家族的生意 把它放下 去結束一個 她完完全全 不認識的生意 而且呢 在香港呢 她也幫助了好多的朋友 她自己也成為了我們的 專事的總裁 有請我們來自香港的 Vincent OK 第四位 這個人是很重要 你知道為什麼那麼的重要 因為沒有她 就沒有我 不知道是誰了喔 我說真的 因為呢 其實 2009年的時候 她跟我已經說這個平台 她呢 其實是香港 第一個 加盟結識的人 我覺得她非常勇敢 因為她已經有一個 非常優厚的一個的工作 在一個很大的機構裡面上班 而且 而且那不是第一的職位喔 所以我覺得很穩定 為什麼她願意放上一切 2009年時候 她是加盟 香港第一個 當時候她就介紹我了 但是我沒有看懂這個機會 她用了三年的時間 不斷的再來邀請我 所以我說真的 我這一生人 我沒有她 我根本沒有今天的 我想有請大家 用業內的獎金 歡迎我們香港的 雙磚石總裁 Paris OK 那我不打擾大家的時間 好嗎 我把時間交給我們 第一位的鑽石總裁 有請 潘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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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我是來自貴州的 我叫潘陽 其實說到分享 我覺得我都分享很多次 但這次真的有點緊張 因為我今天覺得 首先非常感謝香港團隊 就是Horris和Petria 還有各位的相關的夥伴們 給我們這次活動的大力支持 你們辛苦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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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興 我當時 厘燃絕燃 我就加入了平台也使用了产品 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说 在我的家族企业里面 他们是经营了房地产差不多20多年 所以我在以往的工作当中 见过和听过了很多的商业模式 所以说以我的固有的思维和我的不认知 造成一开始我对这个平台不是很相信 但是产品在我的家人和朋友的身上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主要是来源一个单暖潮的女生 用了我们的产品10个月怀孕 还有更惊人的是我的弟弟的好朋友的妻子 八年的百学病用了在医院里都没有什么效果 但我们用了我们的产品10个月 它的所有的指标从阳性转成阴性 所以这两个事情真的是很 对我来说我真的很震撼 我觉得真的满怀感恩 但是在感恩的同时呢 我确实也发现一个简单的思维可以转变我们的一生 我发现这个平台越来越可以不但帮助别人健康 还可以帮助别人获得财富 说实话 真的是就像刚才拍却讲的 真的就是一个指尖的生意 它已经真的是改变了我们在传统行业的不同的这种商业模式 所以说我就跟进了公司的系统大大小小去了解 当我看到公司这个商业模式 确确实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我就毅然决然的开始经营 在经营的过程当中慢慢了解到这个平台 真的是大健康产业 然后互联网家 然后我们的交付室网购 大健康都是国家政策都积极的提倡的 也是市场大家需求的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在这个平台上 很荣幸成为这个平台的一份子 然后呢特别是感恩的就是像拍协说的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能接触更多的优秀的领导人 就像我们前排这些钻石 还有就是我们优秀的伙伴 我觉得大家都能在这个平台上互相学习 然后呢跟着这个系统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首先更感恩的是我的领导人 那个双钻石领导 以望和可罗尔对我的引导和帮助 让我慢慢明白在这个平台上面 我们真的是可以为这个社会去做一份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说当今一个人的成功 我觉得是第一我们是有一个三个元素吧 第一个呢我认为是真的要选对平台 第二个呢要选对人和做对的事 第三就是刚刚拍协说到的 我们要成为对的那个人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平台真的给我的成长很多很多 接下来我是要成为一个有感有责任心的一个商人 我要去帮助我的团队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许燕 亲爱的杰斯家人们 大家晚上好 好 我是来自上海的许燕 在经营杰斯之前呢 我是一名传统的生意的老板 有自己十几家中餐连锁店 干了十几年 那五年之前哦 我在美国洛杉矶和杰斯结缘 当我的好朋友告诉我说 杰斯产品能够让我更健康年轻长寿 我毫不犹豫 签单 因为当时我非常需要健康长寿 因为我快四十岁才有小孩 当我听说杰斯还是一个最具趋势性的创业平台 我给自己一个机会参加了像在座各位一样 在洛杉矶的一次事业说明会 以及飞到香港参加了那一次的杰斯大学 就短短的两天让我完全看懂了杰斯 背后的当时还没有背后的价值 只是我直觉的告诉我 哇什么样的生意哦 可以做全世界的跨境的电商生意 同样做老板 但再也没有传统老板那所有的痛 所以我就非常的直觉的告诉我 太好的一个机会 我要抓住他 所以呢我就开始备胎 回到我的原来生活又开始做我的传统生意 但这两年当中我有一件事情做的是正确的 我跟进了每一次的杰斯大学 每一次的爱莫总裁班 这个两年的备胎让我彻底看懂了杰斯背后的价值 哇我多么希望能够成为像我们系统里面那么多优秀的钻石那样子 让生命那么有意义和价值 我多么希望我的生活方式从此得到真正的改变 所以两年以后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我彻底的放下了我传统的生意 全力以赴没有一丝一毫的眷恋的全身进来投入的杰斯 我记得当月啊就说五月份决定六月份2015年我就上了红宝石 我接着全力以赴奔跑 又过了半年在12月底我又上了绿宝石 可是接下来的两年时间 我觉得我用一点点小懈怠 我用我自己舒服的节奏去做 过了一年半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可以这样子 因为我身上还有很多的责任 我团队那么多伙伴在他们的希望跟我息息相关 他们需要通过我成功的见证 来给他们更多的信心和信念 所以在去年六月份我又开始发礼 这个半年我是疯狂的去做杰斯 用了半年时间终于爬上了钻石 我记得我刚上钻石第二天啊 我就有幸站在同样的舞台和大家分享了我上钻石的 那我现在回过头来啊 我非常非常感恩这个一年恰恰我们的以望领导 带我们走进了阿米巴的社群 而这个阿米巴让我们的事业插上了翅膀 让我们的事业更加有目标 更加有力道更加有成果 所以这一路我在反省自己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我非常感恩遇见这么伟大的杰斯的创业平台 我也很感恩我们的命很好 投胎就投在USGS系统 遇见我们伟大的Kim 创建了如此伟大的系统 我也非常感恩在这平台里遇见很多 我们优秀的合作伙伴对我的信任 所以这一路我要拼命的奔跑 我觉得我上了钻石以后 真的没有懈怠 因为只有用实际行动 才可以感恩这个伟大的平台 感恩这系统对我的栽培 以及我的伙伴对我的信任 所以我们所有的伙伴 我们能做到的 你们真的一定可以 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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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感恩 谢谢 谢谢 各位现场的伙伴和朋友大家好 好 我是民党的香港人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大家分享 我接触杰斯平台之前 是法德佩特说 我从事传统的一个生产 我生产漂亮跟一个成衣配件的一些公司 我公司在香港跟深圳 东莞都有厂房 我干了二十多年 家族差不多五十年了 在行内我们也有一些经验 还是也有一些品牌 因为干了二十多年很熟悉 而且透过大陆的开放 我们也占了不少之前 最后就是十几年前 我们的金融海啸 还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的安年都度过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生意 我退休什么生活都在我的全球生意里面拿到的 可是人算不得天算 因为大家记得十一年前 开始全球的经济不是改变 在大中华区香港 全球的生产都会投胎 跟是边缘化 我也逃不了这个迷运 我看到我的生意慢慢的滑着的时候 我感觉有一些压力 所以当时我有一个举动 就是想找另外一个平台 要完成我的梦想 真好运 在2009年 透过我的聚舰 Paris把解析带到我身边 我简单相信 马上就参与 哪怕当时没有残人的见证 没有成功人士见证 我参与 因为我是一股想找机会 开陪我 我是2009年9月9号 是结诗级平台 成立当天参加的 所以来时候 我要知道 比你们清楚吗 我相信我更不清楚 可是三个月之后 我把我全能 二十多年的生意 全都放下来 为什么 因为我找到我的未来 当时我几个决定 朋友 兄弟姐妹 亲人都强力反对 因为为什么把我全能 二十多年有经验的 我的生意都放下 我跟他们说 因为这是我的希望 我看到 就是未来一个很大的游戏 这个平台如果成功 我一定比现在更成功 所以没有理会他们 我马上就行动 当然 开始的时候 碰到很多压力 也很高兴 这个时候 我很可能这个平台认识我们的系统的发起人 Kim Kim 把他所有经验都不离不去 放到我们香港的伙伴身上 虽然我们当时很努力 可是从今不是他的理想 他也不放弃我们 通过几年间 我慢慢地通过Kim的带领 我也成为其中一位 成为一位钻石总裁 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这几年里面我每天都很高兴 他们我的伙伴 看到我为什么每天都笑 因为我有压力 而且我分享他 现在的生活非常好 我有三个很重要的成果告诉大家 第一个就是 但是财务自由了 又统计几年间 我成为钻石以后 远远超越我以往二十多年 传统生意的盈利 超过十多倍的收获 这个我探索不到 而且是没有风险的 没有投资很大的 结果我觉得 是上天给我的礼物 第二个就是 一个时间的自由 当时我在传统生意里面 做得上占了钱 也没有时间就完了 去一件 可是好像可以说 这九年中 全世界差不多都去过了 而且大部分是 解释公司的钱 来请我们去的 这个行为 这个行动 我觉得是 把我的眼光带到全世界 而且最重要 在这个旅途里面 认识我们 有共同目标 一些很有理念的 一些正能的人 一起 一起我们做我们的事业 结果是我感到非常高兴 第三个就是 最重要的一个自由 就是心理的自由 因为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发觉我自己已经改变了很多 第一个 因为透过KIM的系统 爱感到奉献的一个文化 我们每天会在我们的爱情当中 这个行业 这个平台 我帮助我的伙伴成功 比我更开心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 而且把我们所有的成绩 都可以带到全世界 因为KIM也可以把我们的成功的例子 跟我的城市 带到其他国家 没有受过好的地方 参与很多的感恩的行为 感恩的行动 这个我以前做传统是 完全没有想过 完全没有做过的 而且到KIM带我们 有这个行为 而且公司也有 我们GenestKiss 这个一个 教官外儿童一个计划 我也透过公司 每年带我去其他贫困的地方 把我们的经验 把我们的成绩 带到他们身边 希望我们一点点的勉励 可以改善他们的一些生活 这个我相信 如果我杰逊 每个伙伴都能够在这个成功 世界是多么美丽 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以前 通过杰逊开始的时候 想把这个平台 能够令我退休的生活 我觉得 就是没有了 没有机会 零零我退休 因为每天的生活 那么开心 发展就是 是我一个很大的使命 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谢谢大家 谢谢Linston 感谢 我们邀请 吴松专制的领导人 Harris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我叫Harris 心当的 心当的 我这个 我正名的 我是香港人 我以前是做电脑的行业的 就是大概15年 最主要做两件大公司的工作 第一件叫IBM 另外一件叫Fujicerox 其实我刚开启 毕业出来做事的时候 我要三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 是买一台自己喜欢的切 第二个目标是去 去世界多一点地方去旅游 看看这个世界 第三个就是 买一个大的房子 跟家人一起住 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住的地方 只有七百平 七十平方米 三个家庭一起住 大概住了15个人 还可以吧 所以我从小到大 最大的目标 就是要买一个大的房子 跟家人一起住 其实我们香港 说买大一点的房子 我的目标是买 我自己 从小到大目标 是买一个 超过一百平方米的房子 可能其他地方 香港地方少嘛 一百平方米也不错了 但是我觉得15年 电脑工程师的工作 这三个目标 完全没有实现 中间那个去旅游 实现了一点点 去过泰国跟台湾 另外一个地方 去的最多就是深圳 因为那个时候 香港人呢 比较流行去深圳按摩 其实现在的普通话 有一部分 就是按摩学会了 所以学到 谢谢你 所以学到很多不同的口音 学到自己都不知道 是不是普通话 因为一般人呢 按摩的时候好像睡觉 但是我按摩不睡觉 我第一次说 你从哪里来 你的老乡在哪里 你的老乡在哪里 你的老乡有什么特殊 我追击了江西 江西 是不是有做这个玩 江西瓷器 OK 说给这里 所以呢 其实呢 就在十五年 电脑工程师以后呢 我发现呢 如果再继续做下去 我肯定不可以 达成我这三个目标 也不可以 带给我想要的生活 我很幸运 大概十年前呢 我认识到我们系统的发起人 金慧女士 她有透过她也 占盟了解释这个平台 我刚占盟的时候呢 我是香港 在2009年9月9号 第一个占盟吧 我占盟以后呢 头三个月是建籍的 第四个月开启是全籍 然后一起 然后就做到现在了 我大概做了 应该四年半 成为一个双战时的总裁 然后呢 谢谢 其实不是我 不是我的能力 应该怎么说呢 不是 OK 我继续说上去 你们就记了 哈哈哈哈 不会跳过 我的Google的 比我更久 比你更久 没有做电脑以后 就没有更新 OK 所以呢 呃 对 啊 我已经笑得很大声了 我听不出了 低声眼镜 亲自你笑 嗯 现在呢 哲思的产品呢 运送到超过140个国家 你看 我的团队去到超过80个国家 然后 啊 谢谢你 然后我的团队呢 超过15万个人 啊 我过去呢 过去九年啊 去多过23个国家 啊 也在香港买了自己喜欢的切 啊 但是我买了两台切以后呢 我发现自己不 不适合开切 啊 我常常想去街里的地方 又去了街里 我想去街里 又去了街里 啊 后来呢 前里的一个西基 啊 啊 就好很多了 啊 OK 还有呢 就是啊 现在买了自己 自己喜欢的房子 就是超过100平方米的 啊 超过100平方米 对了 啊 啊 就是 啊 更重要的 就是呢 我现在的收入日比以前 超过50倍 啊 啊 绝对不是我 我能力的问题就是 我 这么一个好的平台 啊 跟一个 啊 好的系统去发展这个生意 我 我有时候想到 我现在收入的时候 我有时候 我有时候也 也 也觉得好像自己在翻墓 但是呢 啊 我后来想 为什么 有这个改变呢 我肯定过去九年呢 我懂的东西 是多了一点 我个人也成长了一点 但是 有没有成长了 50倍呢 我现在肯定没有 还有就是呢 我也 我也肯定呢 我现在每一天 我现在懂的东西 啊 每一天要处理的东西 还有啊 啊 我要做的事情啊 应该不够 我以前做这两间大公司 比IBM跟FUJI希望的 CEO 那么多 就是我不够他们那么棒 但是我也肯定我 现在的收入比他们 多一点点 好 啊 我觉得呢 最大的分别就是 我在九年多前 选择另外一个工具 另外一个跑渡 帮我自己发展我自己的 啊 啊 为我自己将来去去啊 啊 啊 做更好一点啊 啊 所以呢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啊 我希望啊 啊 今天晚上啊 啊 所有的朋友呢 啊 经过我们 几个啊 朋友的分享呢 可以帮助你们 多一点了解这个生意 还有最主要呢 就是把握这个生意 啊 帮你们啊 啊 达成目标 实现梦想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们再给第二个掌声 谢谢 谢谢 四位的专事领导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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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 哈 有没有一个 有没有些启发 都有 都有对吗 其实呢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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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不 月 儿童 不月儿童 都出现 我们四位钻石双钻石的领导人呢 其实你透过他们的分享 你会看到一个事情 所以我说 为什么在过去的六年 我看到很不一样的是 好多我过去看到 成功了 人已经活得 人生的 财务的自由 时间的自由 啥都自由了 但是他们没有停过耶 他们还继续的去怎么 去帮助更多的人 我觉得这个的文化 这个系统的文化 这个是很难能可贵 所以呢 我经常我听到 我曾经听到一句说话 说什么 这个世界 没有 会不会 我不用想 我会不会做 因为在这个频道 好多的工具 有人可以帮助到 而最重要的是什么 指示 你要不要 要什么 到底 文文字字 我们到底 要不要改变呢 如果你 心里面的答案 你说 我想改变了 那我觉得 这一个 解释 今天你们了解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可以了 去达成大家的梦想 好了 接下来 我们都有一句说话 说什么 好气 在后头 刚刚大家都听到的 好像已经非常精彩的分享了 那接下来 我们也邀请到 我们双专生的领导人 这位 我怎么形容呢 这位是仙女 这个仙女 对我的感觉 其实 我的整个的团队 其实跟她 没有一点点的关系 但是在过去的六年呢 她 帮助了我好多的东西 也 我从她身上 学到好多好多 其实从生意的角度里面看 她 就是我一个的大姐姐 你看她的外貌 她的年龄呢 其实呢 她是我的妹妹 OK 而且她的生意 其实在过去的 九年的时间呢 已经拓展到传球了 好多好多的国家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 她培养了好多好多 鑽石的领导人出来 所以 今天她也准备了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的 一个的课题 这个课题是什么 就是 简单 不简单 好多朋友都说 诶 这个平台 其实结社的生意 是很简单吗 对 做法 很简单 但是 你得到的东西 一点都不简单 所以 今天呢 我们非常难得 邀请了 我们这位 双专神的领导人 远从美国 她的飞到过来 今天 为我们做这个培训 所以我们用业内的掌心 欢迎 来自我们美国洛杉的 双专神的领导人 你们 但是我们 cheers Civic 我们掌声给开心个热情的掌声 好 香港还有中国汪式的朋友 大家晚上好 好 我真的很開心這次經由香港團隊的邀請 來邀請我們來參加今天這場特別的活動 剛才其實我在後台 其實我全程都在關注這個Zoom 現在房間裡有300多人 然後今天在Zoom的線上也有幾百個人 所以Zoom的朋友大家我們跟他說的好不好 跟全世界的朋友大聲招呼好不好 那當我在這個全程在這個後面的房間看這個分享 我真的感受很深 因為我覺得這幾位鑽石的分享 他們每一位所走過的路所說出來的話 其實真的就是一個真實版的一個反應 這個就是一個我們想要的人生 其實當初我相信這幾位鑽石也跟你們一樣 坐在位置上 坐在位置上也許迷迷糊糊的 也許也不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 也不知道加入這個平台會得到什麼 但是可能是因為一種直覺 可能是因為一種環境的影響 他們一步一步繼續往前 結果變成一晃眼今天來到這裡 有這樣的一個光景 所以我真的很感動喔 我感謝再次的謝謝我們香港團隊 以這樣子熱情的為我們付出 我們掌聲給他們鼓勵好不好 那今天呢 我心情非常好 你們知不知道為什麼 還沒有 晚餐還沒有吃飯 因為一般大家都知道 我們來香港團隊做活動的時候 要講得好 香港團隊才會提供晚餐 所以我還沒有吃晚餐 我盡量的把接下來的培訓做好 那我今天很開心就是在來的路上 這個Patrick告訴我 他說Yvonne 今天你的背影比前面好看 大家看一下 對於新朋友你會覺得我在講什麼 但是有沒有認識超過我一年兩年三年 甚至更久的朋友有沒有 有 請問我以前是這個樣子嗎 不是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我就是這個平台的最佳代言人 我覺得我在這個平台又開心 對不起 我想一想 又美麗 美女天生下來是美女不稀奇 但是如果你長得普通 經由一個平台的澆灌 變成美麗 我覺得這才是見證平台的偉大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一定會 省心情力的呢 為大家準備今天這場培訓 那在我一開始分享之前 其實今天星光閃閃 今天在會場的 除了剛才在台上分享的 我們有幾位鑽石跟雙鑽石 特別來到這裡 因為明天後天 我們有一場我們的 艾莫總裁班的升級版 升級版 我們有來自大中華地區超過600位的夥伴 明天會跟我們一起學習成長 一起學習 不僅難我們的腦袋升級 我們的口袋要不要也升級 也會升級 也會升級 所以我想藉這個機會 也謝謝我們在座的 我們有來自 美國的鑽石總裁Lisa 在現場 還有呢 我們來自這個 以前是香港人 那現在駕雞隨機 駕國王水果王 來自北京的我們的Denise 戰士總裁 那還有呢 這個來自美國的雙戰總裁 Chloe 講話很加的Chloe 還有也是來自 美國洛杉磯的雙戰總裁 和平 最帥的和平 Vincent有分享 Harris有分享 還有Patrick對不對 還有我們的Vicky 在後台的戰士總裁Vicky 那很開心喔 大家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準備好迎接禮物了沒有 準備好了 還有我們來自香港的Idy 恭喜恭喜 恭喜你 那我想呢 今天這個培訓的主題 可不可以幫我 把PowerPoint露上來 今天呢 這個培訓主題 我叫他是簡單 又不簡單 我想知道今天在座的這個朋友們喔 剛才聽到Patrick 做的那麼棒的一個事業展示會 我不曉得你們 對剛才所呈現的訊息 關注到什麼 你覺得對你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 你對於傑斯9年以來 創造出來的50億美金的營業額 你們震不震撼 震撼 但是在震撼的背後 在傳統的行業 有一家僅僅9歲的公司 能夠創造50億的營業額 已經是非常偉大 可是要讓這個平台更加的非凡 我覺得他最漂亮的地方 是他藉著50億美金的營業額當中 其中有25億美金 發放給相信使用 跟跟隨這個平台的夥伴們 所以請問在過去9年 跟這25億美金有關係的人 舉手一下好不好 我們掌聲給自己一個鼓勵 那對於還沒有參與的朋友 或者過去幾年 可能是產品的使用者 或者是說 才剛開始有機會了解這個平台 我想問問你們 接下來的9年 請問你想不想跟傑斯平台 創造出來的營業額發生關係 想不想 因為第一個9年 是最困難最挑戰的一年 從公司從介紹開始到研發 到繼續一步一步往前走 其實接下來的9年 按照公司的方針 按照公司已經見證過的 產品平台獎金制度 其實第二個9年 將會比第一個9年 更加的震撼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第二個9年的營業額 還有它的獎金發生關係 有沒有人想要說我也要分一分一根 想不想 想 非常好 因為呢 在現在這個世代 有一個公司它能夠製造出來 跟著趨勢走的營業額 又能夠把這個營業額跟獎金 讓土通的人都有機會接收 我覺得這個平台非常偉大 那大家有時候想想 其實我剛加入這個平台的時候 我是做投資理財 做了十幾年 當我朋友告訴我這個平台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所謂的 細胞優化系統 最早結識就是一支產品 就是我們的精華液 接下來有我們的配權 公司也沒有漂亮的網站 我記得一開始只是到十幾個國家 你想想看 那時候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認為普普通通 普普通通 平凡的生意 竟然製造出來 現在不平凡的結果 所以同樣我回過頭來 我很感恩 藉著公司的平台 藉著團隊的努力 藉著我們每一個人的 噴拼搏 我有機會 讓這平台翻轉我自己的人生 也翻轉我周遭朋友 認識跟不認識的人生 但是我回過頭來想 我做了什麼事 我做了什麼事 我不就是開著我的口 不就是跟著朋友分享 不就是參加活動 不就是藉著對的信念 對的熱情 對的初衷 對的初衷 去幫助朋友 聽起來這些動作 簡不簡單 真的 如果你要我告訴你 或者問在座的所有鑽石們 到底他們有什麼秘訣 請問你有沒有其他的秘訣 請問你有沒有其他的秘訣 不就是做這些簡簡單單的動作 但是這些以前我們認為 看不上 或者不認為是什麼大事的動作 竟然在悄悄默默的幫助我們 製造一個大浪潮 所以今天我把今天培訓的主題 定在簡單又不簡單 當你把你的思維 調整在最簡單的頻率 只要你繼續一步一步往前走 你的結果將會是不簡單 我想問問大家 有沒有曾經朋友家人問你 你在做什麼呢 廣東話在什麼 你怎麼演 有沒有 請問你在做什麼生意 你在做加護士網購 你在做加護士網購 還有呢 我在做電子商務 還有呢 我在幫別人賺錢 教人賺錢 其實你所說的 都對 但是重點是 我們有沒有真正抓住 我們這個平台的精華 你在做什麼生意 其實我們現在所做的生意 對於想要 藉由平台 來為我們 創造事業 我個人覺得 這一句話 講得非常好 沒有對與錯 但是我覺得這一句話 把我們生意的精華 它的獨特性 帶出來了 我覺得我們這個平台是什麼 是藉著自我消費 加上分享 來為我們創造財富的平台 你說這一句話 是不是一語道出 我們這個生意 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 首先第一件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 不要來想 我要來賺錢賺錢賺錢 No 首先你了不了解解 傑斯 是一個主張 主導 抗衰老的一個平台 是不是 所以 誰是我們的最佳的聽眾 就是在乎 就是在乎 健康 希望能夠 越來越美麗 越來越健康的一個族群 那藉著自我消費 請問這個產品 每個人是不是要消費 每個人是不是要使用 如果今天沒有解私的平台以前 請問你有沒有使用一些保養保健品 有沒有 絕對有 那今天我們一樣可以選擇 像以前一樣的消費者 來選擇更好的產品來使用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再上一層樓 所以我不甘心只消費 我不甘心只幫保養保健品的公司 圓夢 我也想要為自己創造一個財富的平台 屬於這一類族群的朋友 可以做什麼動作 可以就藉著簡單的分享 所以你想要當消費者 傑斯平台絕對可以幫到你 但是如果你想要為我們 創造財富 請問在當今這個世代 能夠找到一個為我們創造平台的財富 容不容易 不容易 我在自己做投資理財之前呢 在一個大公司做管理的工作 也就是打工族 可以這樣子說 沒有一個打工族 上班族 我不管是高階主管 沒有一個人認為 他自己在做的事是創造財富 大家同不同意 可是今天既然有一個平台 可以幫助想要的人創造財富 而我們要做的就是藉著分享 所以同樣的 如果你要請問在座想不想為自己創造財富 想 想不想要 想 前提是什麼 加入 我要消費 還有我要分享 如果你不開口分享 很抱歉 這個平台所創造出來的 營業額 它的獎金 跟我們有沒有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像今天 我們在座 有沒有人是用蘋果牌手機有沒有 有 蘋果牌手機 我們不斷的買 尤其我老公每次出就買 買 買 最新的Gadget 他最新就是要買 我說我們家裡已經那麼多台電話了 還是要買 在家有沒有這樣子的 有 怪類 那請問他不斷的買 請問蘋果公司有沒有分一些獎金給他 沒有 或者分一些獎金給我 因為是我出錢的 有沒有 應該沒有 那今天你們在香港 不管你們買好車 去餐廳吃飯 你一樣整天在消費 可是很抱歉 平台就算再成功 項目再好 跟我們也沒有關係 所以我希望今天藉著第一個 先知道我們所做的事業 是要藉著自我消費 加上分享 請開你的金口 只要我們願意開金口 我們就可以為朋友 為我們自己 創造財富 那接下來 請問你要不要分享 要 你現在知道這個產品的平台 趨勢你要不要分享 第一件事情 要 如果你不要分享 在座我知道有一些新朋友 也沒有關係 你就好好使用產品 但是對於想要為自己創造財富的平台 你要分享 這是第一個 你要踏出的第一步 說我想要去分享 但是在分享以前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卡 就是你相不相信 這是件好事 今天我知道在座 有新朋友 有舊朋友 有老朋友 今天你之所以 有時候 會覺得出去跟朋友 約出來了 但是有時候 不好意思開口 有沒有 有誰經常有這種經歷 平常我們奇怪 沒加入結識的時候 打電話 叫人家喝茶 吃丁桑都沒問題 一加入結識以後 全部都變成結結巴巴的 有沒有 很自然 因為 當你還不完完全全相信 這是件好事的時候 你會害怕 擔心 甚至懷疑 對方會怎麼想你 所以 當你決定要分享的時候 首先你要先自己 靠著學習 靠著參與活動 靠著了解 你要認可這事件好事 只要你一旦認為這事件好事 你會毫無恐懼 毫無擔憂的 跟任何人去分享 你們同不同意 同意 所以接下來 你相不相這事件好事 那接下來決定於 你做的好不好 做的成不成功 或者是多快 去達到你想要的目標 取決於 你能不能 也讓朋友相信 也感覺到 你說的都是真的 這還真是件好事 了不了解我所敘述的 我們今天不斷的跟朋友分享 不就是分享我們的信念 分享我們的價值觀 所以如果今天你認為 傑斯的產品好貴喔 欸傑斯的獎金 獎金好難賺到喔 我保證 哪怕你再會說話 再會背台詞 請問你的朋友 能不能感受到 他絕對可以感受到 你說的 並不是真的 所以首先你一定要 發自內心相信 這是件好事 我也不是第一天就相信 這是好事 有沒有人第一天簽單 就知道 公司獎金產品制度 有沒有人 應該沒有第一天就知道 但是記得 你可以 沒有在第一天知道答案 但是如果只要你想要找到答案 你只要一步一步的 參與你的團隊 系統 公司的活動 我保證 你會非常滿意 你繼續走下去的結果 所以隨時隨地 參與活動非常重要 你要讓發自內心 愛上這個平台 你要發自內心 認為這是件好事 在座 當你聽到哪家百貨公司 從來都沒有打折過 今天特別打折 請問你會不會打電話告訴你朋友 不要 在座有沒有想開 在香港什麼是好車 奔馳 在座有沒有想開奔馳的 有 想不想 想 聲音很小欸 想 不勉強喔 不勉強 想不想開奔馳車 想 大家都知道奔馳車是沒有打折過 是不是 頂多跟銷售員把這個余款 稍微去去掉 但是是不打折的 可是如果今天奔馳的老闆 發瘋了 他中樂透了 不管什麼樣的原因 他說只要在明天11月10號 買奔馳車 全部都打對折 這時候你會做什麼事 打電話 第一個層次的朋友是先趕快先去買 第二個層次的朋友會怎麼樣 我打電話給所有親朋好友 為什麼 因為你相信這是不是件好事 你說莫名其妙奔馳從來沒打折 竟然只有今天打對折 絕對是好事 當你認為它是好事的時候 你會奮不顧身的大獎特獎 了不了解 所以如果今天你對於結社這個平台 還沒有到一個大獎特獎的地步的時候 可能你還沒有真的發自內心 搞懂這是件好事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總裁 從紅寶綠寶鑽石門 有機會我們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我保證他會告訴你 就算給他錢叫他閉嘴 他也現在閉不了嘴 了不了解我說說的 當你真的發自內心說 我真的要告訴我朋友 天底下有這樣子的好事 能夠幫助別人幫助自己 我要奮不顧身的去往前講 所以這個很重要 你自己了解這是個好事 更重要的是你有沒有這個本事 讓對方讓朋友 新朋友跟哪怕跟我們在座的夥伴 都知道這是件好事 今天你已經在座 如果在座一定是經銷商的朋友 一定選擇經營的朋友 你的團隊大不大 你的團隊是不是跟你一樣繼續往前 看到目標奮力的去拼搏這個事業 也取決於他在你身上看到 你到底是不是展示出來 這是件好事 周遭朋友怎麼評估我們 周遭的夥伴怎麼評估我們 你們有沒有想想 有時候朋友說 欸 你要不要加入傑斯啊 我們是不是常常這樣子問別人 你要不要加入傑斯啊 其實你的朋友可能在內心想問你 我為什麼要加入 我為什麼要加入 也就是說 到底朋友從哪幾個角度 來分析 來看待我們所說的事 或者我們所說的事的程度的時候 來決定他要不要加入 同樣夥伴也用同樣的邏輯跟原則 我今天加入了哈瑞斯的團隊 哈瑞斯要不要我加入你的團隊 要 有沒有人想要推薦我啊 有 待會我就直接到你的網站自動入單 好不好 絕對有很多的成功人士在這邊等著你 你的朋友怎麼評估 欸 我為什麼要 我加入哈瑞斯的團隊以後 我有時候不是立刻看得懂 可是接下來 我會從哈瑞斯所跟我分享 身教 嚴教 還有整個團隊活動的範圍來評估 嗯 這個聲音要不要繼續玩下去 要 其實今天香港的團隊 香港的團隊在哪裡 我舉個手看一下 欸 你的團隊現在那麼安靜啊 香港的團隊你們是不是最會玩的啊 是 是 你看一聽就是了 哈哈 中國的團隊在哪裡啊 喔 香港團隊要開始 中國朋友也越來越熱情了是不是 嗯 非常好 今天你一旦加入之後 其實我常常說 這不是什麼生意事業 不要把它想的那麼複雜 其實這就是一個俱樂部 我們平常不就是加入俱樂部 加入喜歡打籃球的加入籃球俱樂部 對不對 喜歡做善事的 你可以加入福倫社的俱樂部 喜歡煮飯煮菜的 可以加入我們好媽媽廚房俱樂部 了不了解我的意思 那今天我們是什麼俱樂部 我們就是一個 重新定義年輕 想要享受生活的一個俱樂部 當你加入你到一個會場 不要講開會的會場 太嚴肅了 當你參加這個俱樂部活動的時候 請問你眼睛是不是在評估 這裡面是什麼樣的人 他們是不是說的跟做的是一樣的 他們是不是發自內心展示 真的是關心夥伴 關心這個俱樂部的會員 他們辦的活動 是不是跟他們所敘述的目標 是完全一致 所以同樣的今天我們的夥伴 想不想跟著我們走 想不想要跟我們一樣 那做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也取決於他們來評估我們 了不了解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自己每一個人 其實就是一個最佳的代言人 其實每一個人就是一個產品 朋友要不要買你這個產品 朋友要不要用你這個產品 其實取決於你所展示出來的 你的形象 你發自內心的熱忱 你對這個平台的認識 所以我分類幾個領域 我覺得夥伴 新朋友或者是夥伴 來評估我們 因為是不是團隊越來越大 越來越多人參與 越來越多人使用這個產品 你的生意是不是會長長久久 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所以幾類 我覺得第一個 夥伴會從溫度氛圍來評估 當你在談單的時候 當你在分享 這是一個跨國無國界的一個事業平台 當你在分享的時候 如果面無表情沒有溫度 你覺得他會想加入嗎 不知道 但是機率可能會小很多 了不了解 同樣的今天我們跟夥伴說 一定要去參加劫志大學 因為你有機會去看到公司的實力 你有機會看到來自全球的優質的領導 你也有機會能夠見到 我們最棒的一個醫療團隊的這個醫生團隊 當你在分享的時候 如果你是個有溫度的分享 你覺得你朋友會不會相信你 會 朋友記得他絕對相信他感受到的 超過於你所敘述的 我記得最早的時候 我常常用這個例子 最早我加入之後 最早期公司沒有 漂亮的產品的包裝 也沒有這麼漂亮的網站 我們也沒有學習什麼 該有流程 該用做什麼樣的動作 可是當我加入這個平台的時候 我覺得有機會賺到全世界陌生人的錢 這是我過去做理財投資沒有的 接下來我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打電話給我花店的partner Julie 我怎麼告訴他 我沒有流程 我沒有OPP 可是我發自內心把我最真誠的話告訴他 我說Julie 我覺得這個生意也許可以玩一玩 有機會讓我賺到全世界陌生人的錢 我今天來通知你 告訴你 因為我怕將來我賺錢了 我把你拋下了 不管花店 這就是我最高級的事業說明會 這時候Julie怎麼回答我 那我該怎麼做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要入單 我還要打電話給我的推薦人 我的花店的朋友也要做我要做的事情 他該怎麼做 這是真實的故事 所以記得 有溫度絕對是第一件事情 你要讓朋友感覺到你在關心他 當你跟夥伴溝通的時候 千萬不要讓他認為你是他的上級領導 沒有人欠我們任何事情 在座每一位都是獨立的個體 今天大家願意來到這裡 學習參與活動 全部都是自願的 是不是 是 全部都是自願的 我們今天做這件事情 做某一件事情都是自願的 所以當我們學習怎麼去尊重對方 讓對方舒服 讓對方了解我們正是關心他 真的希望幫助你當初告訴我的夢想 我來幫你實現 朋友可以感覺得出來 所以溫度 朋友在評估我們的溫度 你分享談談的時候有沒有溫度 你不需要像Patrick像這些鑽石 做那麼專業的事業展示會 不需要 但是如果你能發自內心 讓對方知道你是關心他 我相信你已經贏了一半 朋友從第二個角度來評估我們 其實我以前叫他是基本功夫 現在我把它叫做是基本常識 基本常識是不是很基本 我舉個例子 口渴了要什麼 喝水 天冷了要怎麼樣 這是基本常識 如果不小心我們 我們煮飯燙傷了 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 你看這些人已經瘋狂的叫我插配犬了 OK 通常在劫師以前 我們是不是燙傷要先用冷水沖一下 然後接下來抹燙傷要是不是 對不對 這就是基本常識 今天你在做什麼事業 你在做一個分享的事業 因為你想要為自己創造財富 請問當朋友問你 就是什麼樣的公司 你能不能講得出來 假設今天你們來我 我是一個餐廳的老闆 假設 你們來我的餐廳吃飯 我是你的 我是你的 這個叫代位 這個點菜的 點菜的小姐 假設我拿菜單給你 你看了菜單以後 你問我 這個菜怎麼做的 這個菜 這是用什麼料做的 如果你問我 我疑問三不知 請問你想不想繼續吃下去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 因為我沒有 我真正 基本常識 我是點菜的小姐 我是不是該熟悉 這個餐廳的所有的菜色 了不了解 同樣的 你今天如果去看 你的車子輪胎沒有氣了 你想要去打氣 你把車子開到車行 如果你問了這個車行 我這個輪胎 是不是有不同大小的輪胎 打的氣是不是不一樣 當你問這個打 你們都不 都不 都不打氣啦 蛤 蛤 香港的車子有沒有輪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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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的朋友有沒有開車 有沒有輪胎 有 有 我以為你們已經開這個氣船了 沒有輪胎 所以當你把車子開到車行裡 你說我要打氣 就他連這是什麼樣的輪胎 該打多少氣 他都不知道 請問你敢放心把車子交給他嗎 我敢 那請問你 當你出去跟朋友 我在做分享事業 我要為我自己創造財富 當我出去跟朋友分享這個事業 朋友問我問題的時候 我不會回答的時候 請問朋友 為什麼要加入你 不要一直去問朋友 為什麼不加入 你要反問一下朋友 為什麼要加入 所以基本常識 不外乎 講公司 講 產品 講獎金制度 還有講你的感受 這是基本常識 如果你連一個基本常識都做不到的話 很抱歉 這個平台可能沒有辦法為你 創造出太大的財富 OK 那再來 朋友怎麼評估你 尤其夥伴 夥伴在看你 怎麼做你的生產力 因為如果你告訴我你在做這個事業 我在活動裡看不到你 我也沒有看到你不斷的帶領的朋友去分享 帶領的夥伴 你覺得我做一個第三者 我會覺得你是一個夠力的經銷商 甚至領袖嗎 會不會 不會 其實今天我們就是一個產品 我們所展示出來的 不管對新朋友 對夥伴 其實他們就是從這三個角度 來評估我們 請問當你們看到這個答案的時候 你們覺得這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為什麼是好消息 因為知道了才會改 哇真聰明你是哪個團隊的 非常聰明 今天如果我們知道朋友怎麼評估我們 就是從這三點 那我們接下來是不是從這三點去改進 不就可以了是不是 就是那麼簡單難不難 一點都不難 所以我們來看看溫度 怎麼樣去有對的溫度 不要想的太複雜 你的興奮度 不要想歪了 你的興奮度 如果你真的覺得結識這個事業是個好事 請問 你找到一件好事的時候心不興奮 當你知道奔駛車從來幾十年沒有打折過 明天歷史性第一次打對折 你興不興奮 你應該興奮 在座 對於結識這個平台 想要經營的朋友請問你對這個平台有沒有興奮 有 有 真的嗎 發自內心的勇 當你興奮的時候 第一個你會引起朋友的好奇心 第二感覺就不一樣 請問你喜歡跟開心的人在一起 還是你可能喜歡跟一個無趣的人在一起 一定的 這人之常行 興奮度再來就是你的喜悅度 當你找到一個能夠改變你未來的一個平台 甚至讓你改變你的外貌的內 內跟外的產品 你開不開心 你應該開心 有一個名人說過一句話 他說其實當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不管你在打工 不管你是傳統老闆 或者是你是劫師經銷商 當你努力拼命奔波的時候 辛苦 有兩種答案 取決於你看得到還是看不到未來 當一個人在辛苦奔波的時候 如果他沒有未來 他做的絕對很辛苦 可是如果知道 你今天不斷的去分享 不斷的是談單 不斷的去照顧發展你的團隊 哪怕中間有一些跌波 可是如果你知道你做的動作 會換到一個什麼樣的未來 你覺得你做的事還辛苦嗎 一定不辛苦 所以如果你了解這個道理 你在分享的時候 有興奮度 有喜悅度 再加上你要有感染度 如果你在講一件事的時候 有感染度 就是不僅僅你自己興奮 對方也跟著興奮 這代表什麼 代表你講的東西 跟對方有關 溫度很難去形容 我來舉一個例子 在座你們喜歡 有沒有喜歡的嗜好 或者喜歡的玩具 或者喜歡的車子 有沒有 有沒有 自己先想一下 有 來 誰告訴我 誰願意公開他喜歡的東西 什麼 唱歌 你喜歡唱歌 對 太好了 還有沒有人喜歡 喜歡旅遊 喜歡旅遊 喜歡錢 喜歡錢 還有呢還喜歡什麼 喜歡跳舞 還有呢 喜歡自由 然後呢 喜歡美食 喜歡買衣服 喜歡買衣服 買衫 還有呢 怎麼都沒有聽到喜歡伴侶的 不是我們偷偷的把愛藏在裡面 好 請問當你 現在大家腦海裡 有沒有想到一個喜歡的東西 或者喜歡的人 在戀愛 現在有沒有在戀愛的朋友 有 香港人不用戀愛就結婚的 是不是 速度 速度 將手 你們的領導說的 速度決定一切 你在座 有沒有想到喜歡的人 有沒有剛變成 主婦主母 外公外婆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最年輕的外公主 給我們和平大哥一個鼓勵 好不好 有沒有當他 有沒有遇到那些 剛生孩子的 爸爸媽媽 或外公外婆 或爺爺奶奶 他 他 我可以看得出來 你的興奮度 謝謝 哈哈哈 請問有沒有遇到這些 剛出生的 baby的這些 爸爸媽媽公公婆婆 爺爺奶奶 有 跟你聊天的時候 一直給你看照片 有沒有 你都不想再看了 對了很可愛 但是我還有事要做 哈哈哈 但是他忍不住 繼續找你看有沒有 有 這個是什麼 興奮度 喜悅度 感染度 當你在買衣服的時候 有沒有興奮感感動 有 哇 你們有沒有跟Kim shopping過 哇 哇 他的興奮度 他的喜悅度 他的感染度 他的感染度 哈哈 猴腮雷啊 哈哈 哈哈 當你去喜歡吃美食 吃到一個大閘蟹 吃到一個最好的吃的東西 你興不興奮 吃飯 吃飯 中國有一句話叫做吃貨 對不對 香港用不用吃貨這兩個字 有 有沒有很多人吃貨 哇奮不顧身去米其林餐廳 吃啊吃啊吃啊 有沒有 有 當你想到你喜歡的人事物的時候 請問你描述的時候有沒有溫度 有 有 那請問你描述結絲的時候有沒有溫度 有 我覺得溫度可能會低了一點點 哈哈 除非在座這些領袖 你知道嗎 其實結絲很多的產品是我們的鑽石領導 教我怎麼用的 這個面膜 我們那個面膜 不是那個一片的面膜 是那個一條的面膜有沒有 有 哇 我們在結絲我們的感情是睡出來的 我們出去打市場的時候 跟鑽石 有時候大家 同性的喔 不要懷疑喔 同性的鑽石 我們大家住在一起 所以我的面膜呢 就什麼 可以教我怎麼敷的 他教我要由下往上脖子 然後整個方向 然後這樣整個大大的擠 你看看 不是擠別的地方 是大大的擠的一條 這個面膜 你們有敷不敷面膜的 不 哇 當Cloey跟我講產品的好處 我說 喂 奇怪 好像是我吃他分數 不是他吃我分數 但是他這樣子熱情的教我去使用 我告訴你 我現在 除非我真的很累 我現在都天天抹面膜 謝謝Cloey 謝謝 對 然後呢 Nara還有Revital Blue 都是新加坡的夥伴 馬來西亞的夥伴教我怎麼吃 因為愛上 你知道嗎 我沒有辦法去形容 欸 我已經 我不是潛在客戶耶 我已經入單了耶 可是他們還是忍不住 發自內心來教我使用這個產品 你說他愛不愛這個產品 絕對愛 而今天我們在這裡有那麼多的領袖 不管是不是你的團隊 他們 我們已經奮不顧身的想把我們在這個平台的 幸福來跟你們分享 請問我們有沒有展示出來一個興奮度 喜悅度感染度 有沒有 所以回去好好的評估一下 當你在談最愛的人事物的時候 你那時候的溫度是最強的 同樣的你今天在做事業的展示 或在帶領夥伴 在分享一個平台 在分享你的經歷 在分享你的人生旅程的時候 請問當你在分享的時候 有沒有同樣的興奮度 喜悅度感染度 有 恭喜你 你做的到位 但是如果還沒有的時候 可能這時候我們要不斷的繼續去提升自己 怎麼提升 就多參與活動 今天來到這裡大家開不開心 開心 為什麼 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昨天就跟一群朋友都在追求 一樣東西的朋友 喜不喜樂 喜樂 非常喜樂 我們大家一起分享 真的是分享人生的經歷 分享這個平台的經歷 最後我們大家一起享受這個平台的果實 所以我們覺得在這裡面能量特別的棒 同樣的道理 所以溫度 現在了不了解溫度了 了不了解那個火猴了 以後去談談之前或跟夥伴溝通之前 心裡先腦海裡想一下你最愛做的事 或你最愛的人 因為當一個人講到最愛的人事物的時候 眼睛是發亮的 所以這就是溫度 再來朋友怎麼評估我們 基本常識 基本常識抓住幾個要點 不是太難 非常的簡單 首先你在跟對方對話的時候 請問你講的東西有沒有獨特 當你講到產品的時候 幾句話 要倒出獨特性 要倒出獨特性 他的課程跟一般外面的活動 有什麼不一樣 你要能夠講得出來 解釋的獎金制度 你不需要一個字一個字 把解釋六個獎金制度全講完 你只要講出一個對方沒有 而這個平台有的 就夠了 就像當初我為什麼選擇加單 很簡單 當我的朋友告訴我 這個生意可以讓我有機會賺到全世界陌生人的錢 我腦袋裡燈一亮 對齁 我過去的投資理財只能做美國 甚至只有加州 而且永遠是我過去的生意是referral base 一定要熟人介紹 信任的人才會跟你談他的財物 而今天我有機會 我認識再多的人 也比不上全世界的陌生人 所以只要這一句話 對方講到我沒有的 就夠了 大家在談談的時候都很有經驗 是不是 有沒有經驗 有 你們這樣子很沒有自信 你們想不想為自己創造財富 有 想要接著分享 有 那我們是不是要成為最棒的分享者 是不是 是 談單有沒有經驗 有 沒有的話從今天開始也要有 你們有沒有遇到談單的時候 我們做這個ABC的時候 我們談單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遇到一些豬隊友 有沒有 有 我遇到很多 什麼叫做豬隊友 有一句話說 不怕強勁的對手 就怕你的團隊友 有這些豬隊友 有一次呢 我們去做牌分享 ABC大家都知道什麼是ABC的吧 是不是 OK 假設今天呢 我想要去找這個IBM的工程師Harris 然後呢 我就帶著Vincent Vincent是Harris的朋友 所以我是A 假設我今天是A Harris還沒有入單 所以Harris是什麼 C 然後Vincent是什麼 B Vincent就是我要講的 對 假設絕對不是Vincent OK 我只是用這個例子讓你搞懂 所以當對方在問我獎金制度的時候 我通常談單已經到一個融會貫通 出神入化的部分 因為你談夠 不是因為我厲害 你談夠 你一眼就可以看到對方會不會入單 還會入什麼單 我們現在都看像過日子了 對不對 當你人接觸夠多的時候 差不多了 所以每次朋友跟我講 我就說先把照片發過來 我們先拍 我可以改行了 所以當朋友在對方問我獎金制度的時候 那我可能會根據他的想法 舉一個例子 用最簡單的方式 我不會從六個都講 我就挑一個他沒有的就直接講 當我講完的時候 對方說那要怎麼開始 這個是我們英文講的buying sign 我要買了對不對 你講的我就是要這個我要買了 結果這時候 我最愛的豬隊友 說欸姨媽 但是你其他五種獎金制度 你還沒有講 你看 你知道那個時刻 你恨不得 你恨不得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了 所以重點是 談單的時候 不是講你要講的話 談單的重點 要學習去講 對方想要聽的諮詢 所以獨特性 你不用知道太多 全部都講 當然你要不斷的學習 讓自己變專家 但是當你裡面的料夠多的時候 欸他要這個 我給他這個 他要另外一個 我給他另外一個 了不了解 所以學習 怎麼去講 產品 用幾句話 道出特點 學習用幾句話 或者例子 道出我們的獎金制度 或者我們這個平台 為什麼跟其他公司 或者我們的團隊 跟其他團隊 哪裡不一樣的地方 道出這個獨特性 簡不簡單 非常簡單 還有基本上是要有相關性 你不要講跟對方沒有關係的話 舉個例子 當你遇到一個富婆的時候 你講獎金制度的時候 他在不在意 絕對不在意 但是你講到跟一個上班族的分享時候 可能他對於額外收入 或者是還在上班 卻能夠有機會創業 你對他 他對這個項目會不會有興趣 絕對有興趣 所以你要講對方 對方能夠有關係的事情 這個很重要 講話 是一門藝術 講話讓對方舒服 講話 講的是對方在尋找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抓住這幾個原則 講到產品 講到獎金制度 講到我們這個旅程一樣 跟他有什麼關係 如果剛才有人提愛旅遊 有沒有人很愛旅遊 有 當你講到傑斯的一年 有兩次獎勵旅遊 上一次去悉尼 有六千多人 下一次的瑞士 我們將要帶一萬人 請問對方的眼鏡會不會亮 會 這就是相關 他覺得這個生意 該死跟我有關係了 因為我的努力得到的東西 正是我想要得到的 所以相關性 再來很重要的是 你講的東西一定要有前景 你一定要幫他看到 他一年後兩年後的未來 這個才好玩嘛 你想想看我們這個平台 跟上班族 跟傳統生意老闆 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今天鑽石的生活 他們的今天是不是就是你的明天呢 如果今天我們越來越醜 越來越胖 越來越無趣 你覺得你的未來有前景嗎 因為你看到的就是你們的未來 所以為什麼我們那麼注重保養 如果你今天看到這些鑽石們 你連上了鑽石還不斷的在奔波 還不斷的在為團隊 你會覺得 哇 這是個有文化有價值的一個團隊 他的理念 不是只有錢錢錢錢錢錢 而是真的發自內心想要幫助夥伴 你會不會覺得你想要跟著他們走 一樣的 前景 所以你要幫你對方 不管是潛在客戶或者是夥伴 你要告訴他一個未來 他看得到的未來 跟他有關係的未來 他可以得到的未來 基本常識難不難 我會鼓勵在座的每一位 一定要好好地學習 不要花太多的 這不是太高深的學問 你只要發自內心有溫度 掌握幾個基本常識 你單談夠多了 保證很快你也會跟我一樣變成看向的 第三個朋友怎麼評估 你的生產力 我能不能我自己當領袖不參加活動 叫夥伴拼命去參加活動 會不會 不行 因為朋友可以感覺 你好像不是來玩真的 有沒有領導 推薦人 他加入以後 自己不去會議 自己不去學習 這時候你的感受是什麼 你會覺得 對未來是不是沒有盼望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自己其實講直接一點 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就會吸引什麼樣的人 我們就是在展示 一個事業的最佳代言人 生產力有幾個特點 生產力會決定於你要賺多少 如果你今天只是產品的消費者 你需不需要有生產力 不需要 你幹嘛要有生產力 你就這樣好好吃產品 用產品就好了 不需要分享 但是對於想要從事這個平台 為自己創造財富的時候 生產力決定你要賺多少 有沒有夥伴對於現在的收入 覺得有成長的空間舉手一下 好放下來 請問你們有沒有生產力 有生產力 有生產力 什麼樣的生產力 我希望今天的領導會後可以跟你們溝通 不是今天 但是接下來 如果你認為你現在的收入 或者聘接沒有達到你要的 而你敢告訴我 我有生產力的話 我非常鼓勵你跟你的領袖 有一場對話 因為有生產力的夥伴們 絕對在走在對的方向上 因為這個生意其實就是取決於 你跟多少人會面 你跟多少人溝通 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展示出來溫度 你有沒有真的是基本嘗試 了不了解 生產力 這是另外一個課程 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是有另外一個課程 來告訴你生產力 你要賺多賺少 那你就見多人跟見少人 就是這樣子 生產力也會決定於你賺的多快 你可以一天見一個人 或一天見三個人 請問誰會賺的比較快 一天見三個 為什麼 因為他把你三年要做的事情 一年做完 難怪人家上聘 你們現在看到別人上聘 心裡是什麼感覺 著急 這非常好的回應 看到別人上聘 有沒有覺得 為什麼是他不是我 有沒有 有 有 從後面那一局說有的是誰 是什麼樣的夥伴 有 非常好 香港團隊今天有點安靜 是不是 當你看到別人上聘的時候 自己還沒有上聘 有沒有有時候會咬牙切齒 有沒有 很正常的可以嫉妒一下 但是在嫉妒之後 要不要冷靜想想 人家的生產力 是不是做的比我們多 問一問嘛 對不對 問一問 我們剛上聘的 最新的鑽石上聘的誰 艾迪是不是 艾迪做的生產力 做的多不多 你覺得你為什麼會上聘 生產力那邊發現 以前做的不夠 後來這幾個月做夠了 喔 做幾個月做夠了就上聘 給大家帶來希望了 好好拼幾個月 你就會達到你想要的成績 棒不棒 棒 OK 要多快 生產力也決定於你做的穩不穩 因為當你做多少 你的夥伴就會跟著做 很簡單一個道理 這個生意真的沒有太高深的秘密 生產力很簡單 記得這五個字一個接一個 在座的所有鑽石們 他們今天有今天的收入 今天的lifestyle 他們當初也是一個接著一個 一個單接著一個單 接著一個單 不要小看一個會面 也許你一個會面一個溝通 不起眼的一個小時的溝通 如果你溝通找到對的人 而他一輩子的業績 他的資源都跟你有關 請問這一個小時值不值得 如果你有機會打電話給和平 你不認識他 經由朋友介紹 結果最後朋友和平決定加入了 這時候怎麼辦 怎麼辦 今天他變成雙傳了 請問你怎麼辦 問題來了 收入不得了 我們都是這樣子一個接著一個的 沒有太大的秘訣 永遠不要小看你每一次的會面 前陣子我們幾個朋友在聊天 我們在比誰的推薦人賺的比較多 那當然啊 我的推薦人很幸福 我大約算了一下 沒有任何收入的保障 但他現在我的推薦人是個藍寶石 全世界最富有的藍寶石 有沒有人要推薦我的 有 這個藍寶石呢 他是拿三集的管理獎金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的管理獎金 從管理獎金來 我們來算一下 他一個月 應該有七萬塊的管理獎金 美金 美金 你們可以不用拍手 因為我知道你拍手的同時在低血 我的推薦人 不管他怎麼樣 他做對了一件事 不是他找到我 他找到了我之前他做什麼事 他想到了我 他願意打電話給我 他願意跟我坐下來分享 就是那一次的會面 他的後半生搞定了 你想不想你的後半生搞定 想不想 想 你怎麼知道下一個會面不會幫助你搞定你的後半生 你不會知道 這個聲音為什麼那麼好玩 因為你就是一個接著 一個接著 一個接著 一個 不要不要不要 沒有關係 萬一下一個要怎麼辦 要要不要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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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天氣不好 心情不好 天氣太熱 江東太堵塞 我不能出去 傻蛋 千萬不要跟錢過不去 可不可以 可以 因為萬一 萬一 你也變成我的推薦人怎麼辦 一個接一個 生產力 複製一樣的你 不要教夥伴怎麼做 你做起來 你帶頭做 夥伴就會跟著做 如果今天我懶惰 你覺得我的團隊會 會幸福我嗎 會 應該不會 如果今天勤勞 我參與 我用對的價值觀 做這件事情 不會每一個人都喜歡你 也不會每一個人都跟隨你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跟你一樣的人會跟隨你 就是這樣子 所以複製 複製誰 複製你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還有一點點缺陷 可能單彈的不夠 可能基本上是不夠好 沒關係 我好好的把我該修煉的地方修煉好 我是不是團隊就會跟著我 複製我 這個生意就是那麼簡單 生產力 最大的紅包就是堅持 很多鑽石 很多鑽石當然 但是今天分享 他們今天的光景 在座的鑽石 他也有單彈不成的時候 我們也有跑市場的時候 我們覺得努力了 花時間了 到了異地了 但是那個團隊就是沒起來 OK 絕對OK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未來 我們有盼望 記得一個接著一個 你只管做 你只管說 你只管大步的往前走 紅包絕對會來 這個紅包有多大 計數這幾個數字 560 1400 2800 這是美金 大家都喜歡數字都照相 我來解釋給你 大家把手機拿出來 按到計算機 我來算個數字給你聽 我講了多久 我有沒有超死 沒有 我想今天就到這裡為止 好不好 計算機拿出來 我告訴你 到底這個生意值不值得 到底這個堅持棒不棒 這個紅包 你看多有溫度 掌聲給那個好的人鼓勵一下 好 至少他有反應 你們這些人都沒有什麼反應 好 你們來看看 沒有任何收入的保障 我們來算算紅包石 我不算推薦獎金 我不算管理獎金 我只算我們的碰局獎金 可不可以 可以 紅包石的碰局獎金 一個月要幾局 兩百 兩百局一局多少錢 三十五 這一個月合格的紅包石多少收入 七千 所以七千塊錢起跳 七千塊錢再乘以十二 您收入多少 八萬四 八萬四 好 紅包石 在座紅包石有誰 舉個手 好 來那個安波你推薦多少人 大概四十個人 四十個人 來那個Stella推薦多少人 六十個人 來還有一個紅包 再喊出來推薦多少人 五十個 五十個 我們平均紅包石 綠包石 鑽石 你問問他平均差不多是五十個起跳 同不同意 同意 五十個起跳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加單 我們假設一比三 就是跟三個人分享有一個人簽單 這是不是很平均很保守的數字 可不可以 也就是說紅包石達到一年八萬四的收入 代表他曾經跟一百五十個人分享 有沒有問題 沒有 請你把八萬四除以一百五 得到什麼哪個數字 五百六 五百六 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堅持變成紅包石的時候 每一個分享的會議 不管他簽單不入單 他一年那個會議就值五百六 美金 如果你今天下一個會議 我告訴你那個會議 每年都會給你五百六的美金 你去不去談 去 談不談 談 會不會天氣不好天氣太熱 心情不好不去談 會不會 不會 一千四就是紅包石 綠包石 當你達到綠包石的收入 你用五百塊錢 五百塊錢一個月 五百局一個月 乘以三十五塊 乘以十二 是不是就是綠包的年收入 再去除以一百五 你得到的結果就是一千四 如果你繼續堅持變成綠包石 當初你談的每一個單 哪怕他拒絕你 那一次的會面一年 每一個每年都帶給你一千四的收入 談不談 談 會不會心情好天氣熱 交通堵塞不去談 不會 應該不會 那這兩千八就是鑽石 當你達到鑽石的時候 當初的每一個會面 就值兩千八 談不談 談 我剛才在後台也算了一下 用我的年收入 除以一百五 我好不能告訴你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我當初的每一個會面 每一年 帶給我五位數字的收入 談不談 談 就是那麼 現實 這就是生產力 這個生意就是生產力 你所有的一切的 不開心 現在的一切的挑戰 現在遇到的一切的瓶頸 我保證你當你做了生產力以後 你已經忘了當初最大的問題 我很喜歡做這個小遊戲 在座不用喊出來喔 熱情的人不用喊出來喔 你心裡想一下 現在你遇到最大的問題 不要念出來 或者哪一個夥伴啊 遇到問題啊 或者現在事業上 遇到任何一個的挑戰 想到了沒有 想到了沒有 看面目表情都開始沉重了 如果今天 你一個月沒有任何收入的保障 當你達到綠寶石 當你達到鑽石 我就想一個月三萬塊錢美金 三八二四 兩兩萬四 如果你一個月兩萬四港幣 或者十八萬人民幣 二十四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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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個月二十四萬港幣 或者十八萬人民幣的收入 你每一個月 眼睛睜開一下 你的問題還在嗎 很奇怪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用力奔跑 因為你今天所有遇到的 都是只是過程 就是那麼簡單生產力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生意 就是一個簡單的模式 簡單的想法 簡單的動作 簡單的過程 我今天所講的一切 你覺得難嗎 一點都不難 可是因為你每天每天的 去訓練你自己 有正確的思維 做正確的動作 還有記得的五百六 一千四兩千八 當你記得的時候 其實不斷的累積 會帶給你不簡單的成果 大家認不認識愛因斯坦 認識就有問題了 但是我們聽過愛因斯坦 偉大的發明家 也是一個哲學家 同不同意 愛因斯坦說過一句話 他說不是每一件 算得出來的事 都有意義 很多你算得出來的事 錢啊 獎金啊 人頭啊 會議啊 每一件算得出來的事 不見得都有意義 而每一件有意義的事 不一定都算得出來 我想這就是我今天對這個平台 最大的人事 你今天叫我回過頭來看 其實這些幸福 這些喜樂 這些成績 這些成果 絕對不是數字可以算得出來的 但是是因為我們的信念 我們的價值觀 對的人聚在一起 一步一步往前走 一晃眼 我們的生命都得到了光點 我們有機會 靠著我們繼續的動作 去影響去照亮他人 所以我希望今天這樣子小小的分享 小小的培訊 我希望讓你能夠對這個平台 有更正確的認識 請問這個平台值不值得 值不值得 你不斷的去修煉提升自己 不管是從基本常識 不管是從生產力 不管是從感染度 你願不願不斷的提升自己 然後不斷的跟隨你的團隊 跟隨你的領導 做對的事情 因為當你不斷的去重複 這樣子做的時候 咻 今年已經2018年的11月 明年2019年 你也可能站在台上 做你的鑽石分享 我曾經在網上 夥伴傳很多東西給你 我聽到一個 不是系統的鑽石做了一個分享 我不說他的名字 他說 這平台很棒 怎樣怎樣怎樣 很多鑽石 上了鑽石的時候 都有感言 可是我上鑽石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寫出感言 我覺得沒有必要寫出感言 你知道我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反應嗎 我說這一定是沒有拼搏過 沒有打過的鑽石 如果你真的用對的方法 拼搏努力 達到鑽石的時候 你那一刻的感覺 絕對是言語沒辦法形容 但是絕對是不會到一個不想寫感言的地步 所以我為什麼這樣跟大家講 過程絕對是最美好的 今天你遇到的一切的挑戰 一切你認為是鳥事 香港用不用鳥事 你遇到的一切的鳥事 或者你團隊有很多的豬隊友 沒問題 潘陽說要挺住 因為他團隊應該也有很多吧 撐下去 因為真正達到鑽石 將會是最有意義的事 因為他是沒有辦法 用任何數字去算出來 所以這就是我那麼感恩 在USGS系統裡面 我覺得一個對的系統 一個社群 其實就是教大家用對的價值觀 大家聚在一起 因為價值觀相同 大家認為對的事情 我們一起去做 大家彼此有犯錯的時候 有一些軟弱的時候 我們大家互相扶持 其實這就是社群 這就是一個團隊的力量 所以我真的希望在座的每一位 今天藉著今天的小小的分享 重新來看待這個生意 值不值得你拼搏 值不值得你不斷的提升自己 因為這絕對是一個簡單的事業 但是會帶給你不簡單的成果 好不好 好 再一次我要謝謝所有的香港團隊的付出 然後呢 我看到亮點了 我看到希望了 那我也希望所有的這個夥伴們 我們相互扶持 有什麼問題 找你的領袖溝通 好不好 好 那我也再一次的謝謝所有的國內的夥伴 今天不斷的坐船 坐火車坐飛機來到這裡 我也希望明天兩天 我們一個最棒的總裁班 升級版 香港的團隊不用擔心 我們是實驗品 OK 我們剛在台灣辦一場升級版 效果棒極了 我們明天兩天再辦一場升級版 我保證下一場香港的總裁班 什麼時候 最棒 一月份的時候 絕對會是最棒的升級版 好不好 好 太棒了 對不對 好 這樣子進入大家的 這裡的掌聲 給我們的專長的總裁 一望 然後我們在座的大師總裁來 好 其實呢 今天晚上 重量的不是我們在這裡邪到了什麼 而是我們走出這個門口之中 我們發揮了我們今天所學到的多少的東西 對不對 對 好 傑斯公司在11月份 還有我們的 潛夜的一個獎勵的計畫 然後到11月底 我們可以發揮我們今天的 所學到的知識 去努力 去得到這個獎勵 除了我們平時得到了獎勵推廣獎金之外呢 還有額外的200塊錢美金到1萬塊錢美金不等 所以呢 大家好好的去發揮今天所學的中心 心動不如什麼 心動 好 我們就去努力去打拼位置 明天更好打拼 謝謝大家